东京某电台大楼下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车里坐着两名女性 一位是电台主播 一位是他的司机兼助理 不久前 助理抢了主播的男友 所以一直向主播道歉 主播满不在乎 还让两人尽快结婚 说什么那个男人很爱玩 结了婚会好点 还把衣服留下给助理穿 助理提出要继续这份工作 这就有点过分了 抢走男朋友他人了 怎么还想成天在他面前秀文爱 他没好到这种地步 让助理工作到这星期晚为止 看来他还是介意助理抢走男友 他刚进入广播局 就撞上了迷路的古田 古田受邀来这里工作 可大楼和迷宫一样 让古田分不清东南西北 连要去哪都忘记了 这一主播帮不上忙 只能先行离开 还好助手找了过来带走古田 凌晨一点整 主播开始工作 助理等主播时有点无聊 打开车上的广播停了起来 广播中有连线观众的环节 这个环节是提前录制好的 只要适时播放就可以 趁着这个时间 同事准备带主播去找古田 主播有点不愿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但架不住同事的热情 还是和古田见了一面 原来这段时间 主播收到了很多匿名苦和信 本来打算放着不管 可内容越写越极端 最终只能选择报警处理 古田就是来调查这个的 眼下没有任何线索 古田准备去广播室找找见识 主播正在和同事聊抢劫案 凌晨12点20分左右 有一名磨面男子迟到抢劫便利店 主播非常好奇 磨面是怎么个磨面 戴丝袜又或是面具 这时古田和助手到来 主播请两人进屋参观 工作中的主播幽默风趣 逗得古田和助手非常开心 这个环节结束 中间有四分钟放歌曲的时间 主播偷偷解开鞋带 起身离开广播室 准备去休息室听下观众寄来的磁带 并表明三分钟内就会回来 助手打算随行 却被主播拒绝 主播刚出门就脱掉鞋子 然后在广播局奔跑起来 来到楼下的放映室 准备从这里跑出去 没想到男同事正在看电视 他急忙躲了起来 偷偷观察男同事 电视上正在报道那个抢劫案 劫匪带着漫画人物的面具 时间快来不及了 这时电话响起 男同事起身拒接电话 主播趁机跑了过去 一路跑到车前说忘拿唱片 正在抽烟的助理立刻踩灭烟 爬到后座寻找唱片 就在这时 主播下黑熟了 用高跟鞋砸倒助理 一下没砸死再来一下 然后往休息室跑去 你看工作时间到了 还没看到主播身影 同事去休息室喊主播 好在主播回来劫时 和同事一起前往广播室 中途取下没来得及脱掉的手套 回到广播室 时间刚刚好 节目继续 这个环节是点评老哥 主播刚杀完人 还进行了剧烈运动 手抖得连唱片机的指针都放不上去 只能请同事帮忙 古田看到后心生疑虑 不是去休息室休息吗 手怎么会抖得那么厉害 那边 路人发现助理尸体并报警 古田也来到现场 经初步调查发现 助理后脑受到重击 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一点左右 也就是前不久 大衣袖子有点长 晚了一劫后手还是缩在里面 现场有采灭的香烟 这样古田觉得非常奇怪 勘察完后古田回到制作室 据同事所说 助理在这里工作了两年 自己和主播没有驾照 聘请助理来为两人开车 助理的死和恐吓心 有没有关系还不好说 不过有个地方让古田觉得奇怪 助理穿着红外套 衣袖还晚了一点 尺寸看着也不太合适 貌似不像助理的衣服 这主播知道 红色外衣是他放在车里的 肯定是助理觉得冷便穿上了 结合之前收到的恐吓信 助手认为是凶手误杀了人 错将助理认证主播 这点也不是没可能 广播时间快到了 主播起身准备前往广播室 同时担心他的安危 拜托古田与他一同前往 走在路上 古田忍不住吐槽 这里像迷宫一样 主播倒没觉得 他在这里工作了20年 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路 说着又聊到了助理 其实现场还有一点非常可疑 是扔在地上的香烟 刚点燃 还有很长一截 也就是说 助理刚准备吸烟时 凶手就来了 助理立刻将烟灭掉 如此看来 助理对凶手非常用心 而且是看着凶手走向自己 很明显两人面对面见过 既然面对面 凶手肯定认出助理不是主播 认出还要痛下杀手 说明凶手的目标就是助理 向同事了解了一下 广播时有一个播放唱片的环节 每次主播都会拿着贵重的唱片 在广播室里播放出来 而且每次都是主播亲手摆唱针 今天出现意外 是女同事帮忙摆的 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发生 在播放唱片的三分钟内 只有主播不在广播室 古田有点怀疑主播 于是找来助手 让助手实验一下 看三分钟内能否跑到案发现场 然后再跑回来 助手拼命奔跑 可还是用了七分钟 看来不可能是主播杀的 话不能说的太满 古田让助手再多跑几次 去个平均值看看 他则去往广播室 趁着唱播广告的时间 问主播播放歌曲的三分钟干嘛去了 还有回来时为何手会发抖 主播一一解答 在休息室听磁带 至于手抖 主播开玩笑说是杀了人 还坦白助理抢走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件事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 虽然有杀人动机 但古田明白主播在三分钟内无法完成杀人 这时广告播放完毕 古田准备离开时却被主播强行留下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说了几句 随后 古田来到餐厅 遇上了打扫卫生的阿姨 阿姨边干活边吐槽古田刚才的发言 街里咕噜一大堆 什么也听不懂 广播室热闹不已 在讨论那个便利店抢劫案 主播吐槽劫匪带着动漫面具 这时阿姨倒垃圾回来 顺便在公司门口采了一束樱花 古田震惊不已 从下楼倒垃圾到上楼 只用了区区几分钟 这速度也忒快了吧 其实不是速度快 只不过是阿姨在这里的时间长了 知道几条小路而已 古田从阿姨这拿到了去往公司门口的路线 又让助手跑了一遍 果然在三分钟内可以跑一个来回 也就是说 在走进路的情况下 主播完全可以在三分钟内杀人 然后赶回来 有作案动机 也有作案时间 可就是没有证据 这可把古田冲坏了 没过多久 小哥送来了最新的报纸 上面有一则新闻 让古田找到了证据 是主播自己承认的罪行 而且还是在广播节目中 证据就在这份早报上 随后 古田来到广播室叫停节目 询问主播是否带了手提电视 当然没带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古田当下指出 凶手就是主播 孔和心也是他的手笔 目的就是为了在杀死助理后 嫁祸给粉丝 他说那三分钟去听了磁带 那古田就要问问了 磁带里唱歌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老歌还是流行歌 他早猜到古田会问 在杀死助理后 抽空听了磁带 唱歌的是男人 歌曲是一首老歌 这时 古田拿出一盘磁带开始播放 里面确实是男人的声音 主播表示 这就是他听到的那盘磁带 其实他并没有听完 由于害怕被怀疑 他是抽空听了磁带 但只听开始 磁带的最后有一句 我是古田认三郎 如果他认真听 是不会听不到的 这盘磁带是古田在广播室抽空入的 古田早就猜到 主播会趁着广告时间听磁带 于是先一步入好音 其实真正的磁带里唱歌的是个女人 这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主播在三分钟休息时 压根没听磁带 可也只能证明他没听磁带 没办法证明他杀人 古田让他别着急 接着又拿出一盘磁带 上面是今晚节目的录音 节目中主播提到 劫匪带着动漫人物面具 这时 古田拿出最后一盘磁带 是在广播节目中插播新闻的部分 也就是便利店抢劫的首次报道 那时关于劫匪谋面的部分 没有任何描述 主播是如何知道的呢 另外再提一点 电视上播放过这个劫匪 是在晚上的1点32分 据主播所说 那时刚好在休息室休息 可据古田所指 整个广播局中有电视的地方 只有楼下的放映室 主播没有随身电视 也没有拘过楼下 是怎么知道这个新闻的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主播撒谎 在休息的三分钟内 主播去过楼下 所以才会看到电视上的报道 知道劫匪带着动漫人物面具 谎言被拆穿 主播只能认罪 为了杀死助理 他曾计划好一切 没想到因一句话暴露了所有 亏他还拼命的奔跑 看来完美犯罪真的挺难 古田任三郎第11案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